MMCOS的这款银河晴天柱 嗨大家好我是莫叔叔 前两天收到MMCOS的这款银河晴天柱 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 可以斩奶喉蓝打 比一下我的手掌 量了一下它是有33厘米高 先看一下这个头雕吧 刻画的还挺好的 变形的关系呢 它这个耳朵是可以收起来 可惜眼睛不是透明件 虽然它涂装很好看 身上的颜色主要是塑料颜色 这是一贯MMC的风格 然后配以一些金色和银色点缀 个人觉得蛮好看的 这次的背包很干净 从透明的车窗可以看出 里面收的一些片片 待会变形的时候再说 肩炮是可以转动的 两边也可以掰 这次的所有轮胎都是一个橡胶胎 除了手臂装饰用的甲轮 后面这个履带也都是橡胶咯 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原谅我自己的地方小 经常会拍到背景 手肘最多是可以驱成这样子的 然后这边平转的时候 你要注意 最好是打直的再平转 不然呢 这个上臂的这个脚 可能会蹭到这边有干涩 打直了的话就不会 然后肩膀平举是没有问题的 有弯腰的关节 这样子你就可以摆一个周走力 不过它的范围不是说太大 如果硬拔的话 小心它这里会拖出 大概看到这里有一个点 你就知道它是卡住 不让你再继续向前的 然后裙甲这边是可以撩开 向后最多踢到这样子 向前大概这样子 侧蹄 侧蹄的齿轮关节 可能会有一丢丢 松 但其实如果固定卡住的话 还是可以的 膝关节我觉得上次奥利安的设计 会比较好一点 这边也是双关节 不过它会有一点点干涩 可以折到超过90度 接地现在基本都是标配了 很大 因为变形的关系 它的脚掌可以 往后推 往前挪 然后前脚掌后脚掌 都是可以向上翻的 后脚掌还可以向下翻 不过相较于前脚掌 它后脚掌的支撑力度 我觉得不是太够 虽然平时摆pose的话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完了两三天 这边呢我就说一下的优缺点 这个是评测键 有可能是个别的问题 这边的胶水有点脱脚 这一块会脱出来 其实MMC一贯的设计 我觉得是 有点给你留后路的感觉的 它这里为什么不锁死了 就有可能是方便你修补 同样的有一个后路 在它的小腿这边 这一块盖板 其实个人觉得是可有可无的 这一块 多出来的我觉得是 直接做死也完全是OK的 它是可能怕你这腿 缩进去的时候 就要调整不好拉出来什么的 就让你可以掀开它 从里面去调整它 这样子的设计个人是不讨厌 觉得是蛮贴心的 然后这个膝盖 你在屈膝的时候 它有点容易陷进去 我觉得还是做的像那个 混天爆的袭击那样子 有一个按钮可以卡住 感觉就好很多 不过它这次那么大个那么重 好像只卖750 就是根据它一贯的定价来说 算是很便宜的了 就很多人都没有猜到那么大个居然只要750 这可能也是一个零件数相对少的原因吧 不过用料什么的还是一贯的扎实 MMC比较出名的 就是它的变形设计还有把玩的手感 这次的变形其实上下半身都挺简单 最纠结主要是中间那些片片的包裹的部分 首先把这个拳头给收起来收好 先开小臂盖板 放进去盖起来 后边这两个车轮 它这里有个小卡扣 松开拧出来 然后这里有个凸 对应的 这边有个凹 它们要怼到一起 在我怀里变的时候其实会比较好变 现在是隔着个镜头不好操作 合在一起之后呢 刚刚这一个轮 在这边也有一个按扣 稍微扣一下 那么这半边的车头就变好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变法 两只手镜像变好之后 我们变一下脚先吧 这脚其实也很好变 拍拍 缩进去最里面 缩进去最里面 然后再扣起来就可以了 它的最底面 首先两个脚掌是要向后推到最底 然后刚才 这边会有个小凸 对应的脚后跟上面有个凹洞 卡一下 然后上面的脚尖 自然的顶到最上面 然后两边的履带可以拉起来 等一下是这样子放的 我们先把它拉起来 之后它需要180度的腰转 等于车头就是要向上挪 然后转到前面去 夹到中间 我们先拆开这个背包 呀 不小心轮太透出了 挖这边吧 这边是轮子中间的 它洞扣住这个背包 然后抬起来 可以看到它这片片的手在里面 不过你要把这片片给拿出来的 你这个手又要稍微的放下一下 不然里面会卡住 拿不出来 中间这部分就比较纠结 上下的还好 拿出来之后这个手又提上回去了 不然后面又会干涉到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两片这样子翻出来 这里可以先打开一下 它这里干涉会比较多 待会上面这一片是要这样子折的 这样子折下来 这里包住上面 这里包住侧面 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子移过来 然后把它们往中间推 这里有个卡扣位 你要扣好它呢 我觉得这样子是很难按进去了 需要把它的胸口打开 从中间这里往外推一点点 然后来保持它这一片 跟着身体的一个平行 然后这样子两边一起用力 它就很好进去了 你光推一边是真的很难进去的 需要里面 放手推一推 平行一下 这样子就进去了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的头 给收起来 两边天线往中间捏 然后旋转个180度 你不要把头卡太进去 不然到时候拿出来也有点麻烦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上面这一块一定要放平 压 太进去了 没事等一下可以从后面 往回推 然后这两个侧轮 旁边这里扣一下 之后我们就全心全意去搞中间 首先你看到下面这里那么多孔 这里其实是可以插这里的 然后膝盖这里有个槽 这块片片就应该放进去 两边都是 然后这时候 这边可以稍微放下一点 先把车头给合起来吧 避免干涉 大家能看到我合车头吗 这样子 车头就合起来 这里一个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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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扣起来的 先把前面给扣起来 两边都是 尽量扣紧一点 然后可以看到 它这里 里面是有一个 可以提起来 翻上来的 这一个勾 要勾这里 然后 这一个小洞洞呢 要被黑色这个扣 几个点 调一下 然后这里下面扣紧 那么这一边就扣好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首先这个翻上来 然后 然后稍微放点进去 结合好下面这一块 这里再扣起来 最后就是这个背板 它可以拉长 这凸扣这一条 这里扣这一条 两边其实扣好之后呢 上面这个盖板就很好进去了 最后再放这个盖板 那么这辆装甲车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辆装甲车就差不多了 最后就是把这把枪 塞进去 它这履带的下面是有两个小轮子的 然后调整好之后 推车没有问题 全部轮子都可以着地 然后中间这个炮还可以旋转的 360度 我个人觉得这辆装甲车还是蛮霸气的 不过车头这里就稍显奇怪 靠着上面这边连接 下面如果这里可以 多一个盖板什么的 鼓一下穿帮就好 一般都是靠下面去拉着的 MNC的这款银河晴天柱 人形非常帅 我很喜欢 载具就稍微欠缺一点吧 综合来说 你会给这一款打几分呢 欢迎在弹幕或评论里面告诉我 那么这次的分享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欢迎关注我 你的转评赞 也会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期视频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